他父母不把我当家里面人处处针对我 一直吹着我没有孩子 可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就想在家里面生孩子要方便一点 我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 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 黄先生 29岁来自四川厨师 女嘉宾 小月 27岁来自重庆代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有两年多了 喜欢你媳妇不 还可以吧 还可以是什么意思 当然喜欢了 不喜欢的话肯定不会娶她了 那你就说你喜欢嘛 爱不爱 爱啊 今天可是媳妇想来这儿了是吧 是 你媳妇来是对你有意见是吧 是对我有意见 你知道她对你有啥意见不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不敢 对你有啥意见 就是我平时比较懒的那种 不帮她干家务活这种 懒不干家务活 是这个吗 是的 我听着好像不是嘛 我听着怎么什么 她爸爸让生孩子什么的嘛 看来你这事还不少是吧 对的 好那你一条一条的跟我说好不好 第一条 我们结婚有两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她家里面不把我当家里面人 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些矛盾 我们天天吵架 今天来我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哎呀 您的性子真是慢慢揉揉的 你喜欢她这个性格是吧 行 她家里人不把你当家里人有哪些表现啊 交事也是我一个人在做 我炖了牛肉 她吃了一口 然后就给我扔了 你什么玩意儿啊 老婆炖了牛肉吃啊 根本没法吃都没做好 没炖好接着炖你扔了干嘛呀 嚼不动啊 再炖呢 她就做好了叫我吃了 说明她不会嘛 会不会炖牛肉啊 我没炖好 哎呀 这脾气是要搁一个 刚才那男性的脾气都得成什么样了 没炖好啊 我问的是你以前会不会炖牛肉 不会 所以那次是你第一次炖 是的 你很委屈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还有啥呀 一个牛肉啊 她休息的时候也不愿意帮我 我传单被单洗过割后 亮起来特别沉 她看到了也不过来搭把手 怎么回事你 为什么不帮着老婆晒床单啊 有时候想搭两把游戏 就是这样了 她叫我有时候也没听见 就是玩呗 是的 态度特好 就是她不干家务 并没觉得像你说的 他们家人不把你当家里人呢 你怎么会觉得 这个就没把你当家里人呢 她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 我觉得特别的偏心 她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 没给你们买房子 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结婚之前嘛 双方父母嘛 就商量一个出一半的钱 跟我们付个首付 后来我父母买了一套房子 是我父母的 不是姐姐他们的 只是姐姐他们经常回去住而已 没给姐姐买呀 你们俩的房子买没买呀 没买 为啥没买呀 我们多次提到买房子 她父母一分钱都不想出 不说好要给人出钱的吗 她不出啊我也没办法呀 她现在买了房子 更没着了这个事 她爸妈就没钱了 再买房了是吧 对 那你们就自己笨呗 我们两个收入低 没话买啊 何况双方父母结婚以前 他们承诺这个事情的 你个没出息的 不是 现在岳父嘛 要求我爸妈买房子嘛 出得了吗 我老丈人他们能出得来 我叫我爸妈他们不出啊 好 那就你们家都出了呗 反正 你都嫁给他了 行不行啊 不行 不行啊 哎呀我的天哪